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將手機的遊戲 丟到OBS上面做直播 這個手機啊有可能是安卓手機有可能是iPhone手機 那我們現在是用這個iPhone手機做一個示範 那我們這集會著重的重點是在於這個聲音上面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做手遊遊戲的直播的時候 聲音會有來自於 第一個是你看哦 遊戲的本身的聲音 這沒有問題的還有你的 玩遊戲隊友的聲音 其實玩遊戲隊友聲音跟 遊戲本身出現的這個聲音 是同一件事情的因為都是從 手機這邊發出來的 另外呢還有一個聲音就是來自於說我直播主的聲音也要跟這個 聲音混在一起 那我們這集就著重於說怎麼將 手遊遊戲的聲音跟直播主的 麥克風的聲音混在一起 除此之外 我還要聽得到 因為很多的遊戲的直播主常會 問我說哎奇怪我怎麼都聽不到我講話是一個遊戲的聲音 好所以我們這一集的遊戲的聲音有兩個重點一個就是 遊戲的聲音跟我直播主的聲音混在一起 還有就是 我能夠用我的耳麥聽得到 那我們先將 遊戲的聲音先灌到電腦的OBS 那我採用的是這個 這個 Phebon 179 Plus的HDMI擷取卡 這次擷取卡的好處就是說你不用管你的電腦是什麼 3.0 不管是Ninus的還是Windows還是Mac 反正你假如電腦是3.0 那他保證一定是3.0的模式 而且他的效率 他的穩定度會最好 因為他是走USB的Book mode擷取卡 B-U-L-K Book mode 尤其是你的電腦要插入很多支擷取卡的時候 請你務必要使用Book mode 好 我們先將這個擷取卡插入電腦 然後iPhone啊他的 畫面怎麼變HDMI 你就必須要準備一個叫做 Lightning to AV的轉換器 把接下 接出來 然後這邊可以邊使用邊充電 還有啊HDMI就拉出來了嘛 這個HDMI的線 HDMI 就接到擷取卡的這個 Febon 179plus的 HDMI印的地方接進來 接進去的時候 對手機來講他就是個電視嘛 聲音就不見了消失了 好 那我們先將這個 影像抓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好我們到OBS去設定 擷取 視訊裝置 好拿去抓這個 4K的這一隻抓到了 好你現在就看到畫面了 OK我們先做到這一步 我們現在已經將 iPhone的畫面 丟到 OBS上面去 我們等一下接下來就是要針對於這個 聲音的部分的設定 關於聲音的設定啊 我還是畫下系統圖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 PC OBS 然後我的聲音的來源也有來自兩個一個是手機嘛 一個是來自於我的麥克風 這是直播主的麥克風 這樣子 那這個是怎麼進來的這個是透過179 擷取卡 然後這個麥克風怎麼進來 我要透過一個音效卡進來 所以這次直接面對電腦 這個也是面對電腦 那我對應的設備要準備什麼 第一個你要邊你要做直播是還要聽的到聲音嗎 請你準備一隻耳麥 這個是標準的手機的耳麥 3.5mm的四環1234有沒有看到四環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有限的3.5mm的麥克風 這是三環的 這個三環跟剛才四環不一樣哦 三環是純麥克風 然後四環的是帶有耳機跟麥克風 這兩個要準備 還有一個準備一個35塊的這個音效卡 這個去那個露天拍賣去搜尋這個音效卡 大概30塊台幣就買得到了 這個音效卡部分我會用到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是麥克風的地方 耳機的地方我不會用到 我先插上去電腦 還有再來就是這個耳麥克風的地方我就插到我的 電腦 這個電腦的3.5mm的洞啊會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3.5mm的分離式兩個洞 或者是 3.5mm一個洞 其實不管是一個洞還兩個洞我都實驗過 你就 針對於這個耳機來說 都可以用就只要插上去就對了 接下來我們到電腦去做一個設定 我們先到這地方有個喇叭的地方按這個 音效 這邊 好系統 設定 然後呢這麼個播放 播放的地方啊你其實你插上去的時候 你插上去這個音效卡的時候其實 他的這個最上面這個USB的地方 就是這地方他會預設是成這樣子 他預設其實會這樣子的 那你如果看到這樣的話請你把它關掉 你把關掉 按把 打開這個REALTEC這個這個就是電腦內建的喇叭 這個 這個就是電腦的這個喇叭的聲音揚聲器出來的地方 好 然後把不要的也都把它砍掉只留下這一個就對了 好 這是我辦確認 接下來我們要設定的是加入兩個聲音 一個是手機的聲音灌到OBS 另外一個是麥克風的聲音灌到OBS 我們進去OBS做設定 好 第一個擷取音效輸入 我打這個 Gain Gain的聲音 其實這個Gain就包含遊戲本身的聲音跟 隊友講話的聲音 好 然後去抓 這個4K擷取卡聲音 好你看這邊在跳嗎這個跳動的聲音其實就是 那個 手機的那個遊戲的聲音 好我們繼續抓 擷取音效輸入去抓MIC MIC就是去抓這個 就是我的麥克風的聲音 那個麥克風 那個聲音其實就是抓USB的那一支 好 我現在抓那個 這個抓的那個就是這個東西 這樣子 好 確認 好這時候你看哦這兩個兩個都有聲音了有沒有 這兩個都有聲音 好 第二格這一個聲音就是這個麥克風的聲音 然後第二格這個這個 聲音就是這個的聲音 好 那 我現在 所以我現在講話其實 我的聲音 麥克風聲音跟遊戲聲音已經混合在一起了 但是啊你這邊還是聽不到 因為這個是要去做監聽的地方 就是喇叭的地方還是聽不到 因為我們OBS是這樣子 我們聲音關到OBS之後 他預設是將你的監聽給關掉 當然你監聽關掉之後他是怕有回音的工的問題會發生 但我們要把強制打開來就可以聽得到聲音了 我們下次接耳機嘛 所以我們把打開來無所謂不會產生回音的好我們怎麼打開來 這邊一個景字有沒有打開來 電就是那個遊戲的那個聲音把這邊監聽打 打開來 好像沒聽到聲音了有吧 還有一個就是 MIC的地方要把打開來 打開來 你現在在YouTube上面聽到的這個聲音啊 其實就是你耳麥上面聽得到聲音 你現在應該有聽得到 遊戲的聲音跟 直播主講話的聲音了吧 所以應該就是這樣子 OK 那麼 這樣就可以實現 你從耳機可以聽得到聲音 還有你可以將你的聲音混音出去 那另外啊 你會覺得說這個聲音的比例大小有點問題 沒關係 你這邊可以拉拔 這邊 你可以比如說遊戲嘛 你可以弄低一點 這時候你的直播主聲音可以調大聲一點 這個調成一個比例 就可以 讓你的聲音 會有層次感這樣子 以上就簡單的做介紹謝謝